老板让我把这堆名字做成这样的座位表,怎么办呀? 别提,诚哥桑苗教会你。 首先,框选所有姓名,然后压看处夹挨赤,打开这个动画框, 在这里选择查找,在查找内容中输入这个括弧, 然后输入两个问号。 接下来,在左下角点击更多,在里面勾选使用同配符。 接着,在以下项中查找中选择主文档,然后关闭这个窗口, 所有两颗字的姓名就全部选定了。 然后,在上方段落这个选项中选择这一个胖A, 在这里选择调整框度, 接着把新文字的框度调整为所有姓名当中最多的一个字符数, 默认三个字符数,然后点击确定。 这样,所有的姓名就全部对齐了。 然后,框选姓名,在标题栏点插入表格, 选择文本转换为表格。 这个窗口参数系统帮我们自动的都计算好了, 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, 然后在表格上右击鼠标,选择表格属性。 在这个窗口中,右下角这里选择选项, 然后在默认当阅格将具这里勾选, 允许调整当阅格将具, 再把这个数值修改为0.6,确定,确定。 这样很快速的就制作好了。 你学会了吗? 记得关注诚哥,学习更多办公技巧。 同志,小学习更多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